大家好 我是修芬妮 今天呢 越南體驗服更新的一支超強輔助 叫做 作伊 好的 我們馬上來聽看看他的角色語音 沒錯 這就是他的角色語音 那你們一定很好奇為什麼說他是超強輔助呢 我們現在馬上進入他的技能介紹 被動 浮光 若一提升自身於600範圍內 最近友軍英雄40到60移動速度 每三級提升5點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 我跟這個盧蜜亞中間有牽著一條線 就是有增加到這一名友軍的移動速度 那正常呢 一雙皮靴是加30點移動速度 所以呢 他增加40到60可以說是非常之多 哇 第一招 聖輝鏡 這個技能呢 他會有兩段 第一段呢 他在指定位置召喚出光能法陣 連續打擊 每次打擊造成100加10% 法術加成 法術傷害 法陣會在原地持續4秒 對進入區域的敵人造成沉默效果 那他的第二段呢 可以丟出一個能量之意 對入境上的敵人造成300加30% 法術加成點 法術傷害與擊退效果 經過區域會在4秒內持續增加區域內友軍的移動速度 第二招 規虛之門 若伊召喚自圓空間 空間效率時會將法陣內的友軍英雄 包含若伊傳送回出生點 也就是溫泉 並獲得加速效果持續3秒 同時回復其全部生命 然後又可以非常快地走出去 有沒有 直接獲得隊友一個謝謝你啊 大絕招 聖輝守心 若伊在指定位置召喚聖輝 對放緣內敵軍造成600加80% 法術加成點 法術傷害 並使得所有友軍英雄可以在8秒內傳送至聖譽一次 聖譽持續8秒鐘 增加放緣內友軍的攻擊速度 直接召喚隊友來吃凱撒 就是這麼的強悍吶 好的 我們馬上進入我們這個角色的實戰了 好 那我們看到呢 其實我覺得這一隻 輔助呢 他的缺點還是很明顯啦 他就會有點像阿奈特 你知道嗎 就是算是法師型的輔助吧 所以他的體質本身呢 是比較軟的 所以他在偵察視野的部分呢 還是算是比較弱勢的 有沒有 這時候我們馬上來展示一下 第一個時候 直接把這個拉維爾給傳送回去 直接傳送回去 非常的快速的傳送回去 這時候我開一個大決議 直接把我們的拉維爾給召喚過來 但是呢 拉維爾他媽不屌我啊 但是我們召喚到了盧蜜亞跟蘭鐸 有沒有一個非常快速的資源 盧蜜亞直接把對面的凡恩給擊殺掉啊 有沒有看到 我們可以馬上的送隊友回溫泉 瞬間補滿血之後呢 再瞬間把隊友給召喚回來啊 你看這隻角色有沒有非常的強大啊 只是 你們會問我缺點在哪裡 缺點就在於說 他的二技能啊 二技能你平常不可能去亂放啊 而且你更別想要害隊友啊 因為他的二技能是召喚一個圈圈嘛 對不對 那個圈圈要轉完之後呢 有在裡面的隊友才會 才會被你傳送回去啊 所以你不要以為無緣無故可以把隊友傳回去啊 好不好 我知道你們這些壞蛋想要做什麼事情啊 千萬不要這樣子啊 千萬不要這樣子啊 不然你可能會被隊友罵 如果他媽血還滿的啊 那這時候有沒有看到這個拉維爾 他又沒血啊 他很想回家 有沒有看到 瞬間才能去 他又回家啦 我又跳出來啦 我又飛回來啦 這時候我打局又好了 我直接的把拉維爾給召喚回來啊 但是拉維爾又不理我啊 又召喚到盧蜜亞跟蘭桃啊 就是這麼的強悍喔 有沒有 連企羅一起召喚過來啊 所以這個會戰就是一打起來就馬上召喚隊友下去 而且他大絕那個拳拳其實是有傷害的啊 是有法術傷害的啊 所以就是非常的好用啊 但是單排我真的不推薦去用這一隻輔助啊 為什麼呢 因為單排沒辦法跟隊友溝通啊 所以我會推薦如果三排跟五排 我覺得這隻輔助會是非常的強 但是這隻輔助如果剛出的話我覺得 飛雪幾邊啊 真的是飛雪幾邊啊 因為他的這個召喚隊友過來的瞬間呢 實在是太強了啊 加上如果你有跟隊友溝通的好的話 三排五排的話 那個大絕 一丟下去的時候隊友瞬間飛過來 那是非常的強啊 但是他不會瞬間飛 他如果按傳送的話大概會有一秒鐘的時間 才會飛到目的地啊 喔 像戰尼爾他只能飛一隻對不對 這隻是把所有隊友可以全部召喚回來啊 他就是大絕點下去的時候 在你們下面的這個回程劍的上方呢 會跑出一個傳送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跳出一個傳送有沒有 你只要按一下傳送呢 隊友就可以直接飛到你的法陣裡面啊 就是這麼的強悍喔 好的 但是呢 他的缺點我還沒說完 就在他的二技能啊 二技能平常沒有用的時候 他二技能是完全是沒有傷害的啊 他是丟的就是只能把隊友傳送回去這個功能啊 他沒有說就是丟在敵方英雄身上會有傷害什麼的 所以你平常基本上不可能會去用到這個二技能 你平常只能去用這個一技能呢 去做這個消耗 還有用一技能第二端的這個擊退效果呢 去幫隊友去做一個控制啊 所以呢 他也可以說是一隻控制非常少的輔助啊 控制算是非常少 而且他其實他的一技能是個傷害 我今天有測試過出惡魔微笑加冰障 他的傷害其實還算是非常低啊 因為他吃到的法術加成技術也是偏少的 他第一段只吃到了10% 第二段吃30%的法術加成 所以呢他的一技能其實傷害也算是非常的低啊 所以但是我覺得他可以算是一隻 非常功能型的輔助啊 可以去搭配惡魔微笑加冰障 剩下的話我可能會出坦裝 這個給大家去做參考 等正式補出了之後呢 大家可以再去測試一下 什麼裝備才是最適合他的 然後呢這邊呢我們耍白癡啊 不小心沒發現魔王在打我啊 直接把魔王給拉出來啊 沒關係這時候他們的人都趕到了 還好趕快放棄那樣的魔王啊 不然我們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啊 有沒有看到這個拉維爾在 我這個被動的這個增加移動速度 有沒有看到那個拉維爾 跑的跟被狗追一樣快啊 非常的快啊 他這個被動是增加40到60移動速度 會隨著你的等級去做提升 最高是加60 那你們會有的 有的人可能不知道60有多快 你們一雙皮靴呢 一開場的一雙皮靴是加30點移動速度 如果你有往上升 升到變成聖騎士戰靴的話 他加的移動速度是60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被動是滿的狀態下 也就是說你後面等級高了之後 被動加到60點移動速度的話 等於你們被你增加移動速度的那一名隊友呢 他是直接多了一雙鞋子啊 直接變兩雙鞋子啊 所以穿兩雙鞋子已經不是夢了 已經不是夢了 那直接變田徑隊啊 直接變田徑隊啊 跑超快的你老啊 恭喜你被六神嘟嘟輸大帥選為田徑選手 好這時候呢 我們看到了 對面已經死兩隻了 我先用這個一技能來探一下草叢 然後開一下這個視野來探一下草叢 這時候呢 一直在找尋這個敵人的位置啊 所以他也比較算是沒辦法去扛傷害的啦 所以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版本的輔助 沒有控制技能的輔助 像佩娜 佩娜也是算是很沒控制技能的輔助 你可能需要去讓隊友的陣容去做一個搭配啊 不然是會 會沒有控制技 其實我覺得會但是非常的難打啊 會非常的難打 但是我覺得這隻如果 哇如果配合馬洛斯的大絕 你們覺得有沒有搞好 這隻大絕開下去 瞬間馬洛斯跳大絕進去做一個控場 四隻隊友全 另外三隻 三隻隊友全部飛過來 哇 哇 我用想的就覺得很爽啊 各位 等他出了之後 我一定要跟馬洛斯來做一個配合啊 所以為什麼說 他是三排五排的神級輔助啊 因為 你們就知道這隻的大絕在 跟隊友的大範圍控制技 的搭配下呢 如果也做到一個非常良好的溝通 那可以說是 非常之恐怖啊 想像一下 洛伊丟大絕下去 的瞬間 馬洛斯大絕進去 做一個控場 另外三個隊友全部飛過來 哇 飛 想到我就覺得很舒服啊 覺得很舒服啊 好想看那個畫面啊 非常想看 這場隊友沒有選馬洛斯 沒辦法去幫大家做測試啊 有沒有看到 他剛剛踩到我 一技能的第一段 直接觸發了一個沉默效果 然後我再用一技能的第二段 去做出一個擊退 他這個其實 也算是還不錯啊 那個沉默效果 其實也算是還不錯啊 這邊我大絕就沒有拿來召喚隊友啊 就是拿來做一個 幫忙去做一個輸出啊 我覺得他本身輸出 其實蠻低的啊 用大絕去 去做輸出的話 會比較可惜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隻呢 主要還是要跟一些 有控場的 隊友去做 配合 才會來得強 不然你會變成 整隊的 都沒有什麼控制技能啊 你們在會戰的話 可能會比較難打 比如說我覺得可以 呃 配一個馬洛斯 呃 馬洛斯 呃 魯蜜亞 對不對 讓隊友的陣容 去補一些控制技能啊 會比較 來得好打 這邊我們已經 遊戲時間來到了 快要將近十一分鐘 十一分鐘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一技能 這個傷害 有沒有 非常的低啊 我這時候已經有出惡魔微笑了 但是 傷害還是蠻低的 傷害還是蠻低的 所以主要我覺得他算是功能型的輸出啊 好這時候隊友都已經拉掉了 我再看一下隊友的狀態 這時候請我再帶一下上路的兵件 然後對面現在 基本上喔已經被我們 打到不太敢出來了 不太敢出來了 好這時候我直接 摳了一個凱撒 直接大絕丟在凱撒上面 直接召喚隊友 全部來吃凱撒 有沒有五個人瞬間 趕到啊 瞬間飛過來啊 好我們這個凱撒 瞬間而且 他飛過來的隊友呢 是會增加攻擊速度啊 凱撒直接被我們秒吃啊 對面完全來不及反應啊 就算他們有意識 他們也來不及啊 因為我直接召喚五個人 隊友過來吃凱撒 那個 吃凱撒的速度可以說是 非常的快啊 好這時候我們就開了一個兒子 直接把我跟蘭鐸 從中回來補狀態 然後馬上又衝了出去 有沒有看到 這個速度是非常的快啊 所以我們這個 可以幫隊友高速回程啊 就是高速回程 有這一次之後 我們就再也不用再按回程按鈕 直接高速回程 然後在高速衝出來支援 好這時候 我們直接帶了這條 天空巨龍轎在下路 這時候對面已經被我們打出了一波S 好 對面直接投降 直接投降 這是非常明智的選擇 就這樣 我們結束了這一場的比賽 這就是這一次的心腳超強輔助 諾伊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了 掰掰 我們這邊請來看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就會請到最初的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